我用了所有的掌握 我不触摸我的臉 我努力不触摸我的髮型 但我触摸我的髮型 這位是我來自伊德利的朋友 叫做Franco 不過最近他不在伊德利 他在拉丁美洲旅行 他今天早上給我發了一條連結 說希望能夠讓中國朋友們 看看這個視頻 你為什麼要喝酒? 我只需要一個 有人叫她 請保持這個給我們 哇 然後你拿著一個給他 她說她拿著一個給他 她拿著一個給他 所以我拿著一個 她拿著一個給他 然後你拿著一個給他 哇,OK,OK 非常幸運 謝謝 他追求我 哥 你害怕 我兩位朋友 OK,I was trying to make that's exactly where I'm about to steal some wifi That's exactly where I'm about to steal some wifi Nope Can you see it? This one here That's the password of the wifi 哦,對! 當我工作過頭,我猜到 那時候,我猜到 那時候,是重要的 我告訴你幾個事情 關於什麼事在發展 中國寄了一個特別的醫院 去助理 這份訊息 是一件事 是一件事的 是一件事在天空 真的是 他們幫忙很多 真的 因為他們是出了 如果有些人遇到 事情會有些人 他們真的知道 真的像... 那一天才有40吸引, 很多人 相信,是一件信心的 所有人 感謝你去中国人 去英雄 那些人来到Italia 去帮助 我照顾我的同志 我们非常感谢 的行动 中文字幕志愿者 重要的是保持人家 我愿意你仍然在这里 我认识如何似乎是单身的 但你不追我 我认为重要的 认识这件事 和谈谈它 所以 这是为了谈谈它这里 我只是想说我感到感到感到 你好吗 你好吗 你好 我去Lima 你去Lima 你去Lima 你必须要注意 疫苗病毒 疫苗病毒 你在哪里 啊 我去Italian 去Italian 去Milano 去Milano 你去Milano 你去Milano 我不是在Italia 在两个月 在两个月 你不要管 从视频可以看出来 Franco是一个很典型的 以德利人 色为跳脱 浪漫主义 很少可以看到 他这么正经的说话 不过这一次 因为以德利的疫情情况 他感到很难过 也非常感谢中国的支持 这个也是 现在以德利人的 普遍心态 我现在在以色列 而以色列刚刚通过了一个治理 说 能有十人以上的祝会 现在管控 越来越的严格 而且以色列 刚刚宣布了一个指令 说 所有人 必须在家中隔离 不能离开 以色列已经 全面进入了 紧张状态 所以在欧洲的情况 越来越严重的同时 以色列这边 也有三百多个 水症病人 而每天都在蹭脱 这是我去省以来 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情 基本上所有的商场 商店 酒吧 酒店 都关完了 学校转到停课 大家都有一些紧张 未来我会给你们拍 这个情况 我也很想通过 在中国 了解到的一些经验 给我的 以色列 带来一些帮助 你们觉得有什么样的 建议 或什么样的一些想法 可以给我的 以色列朋友们分享 让我们更好地 把控 和管控 这个情况 怎样更好地保护自己 和身边的人 希望大家在评论处告诉我 这个真的对我们 有很大的帮助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 适当的观看 希望大家多多保重 We are together in this We got each other's back 抖音 抖音